在這門課呢其實我發現我之前當學生上台做討論的這件事情 會太可惜 生意理工學系的學生大概就是28到36位不會再多了 所以它算是小班教學 可是像是90人的教學怎麼班呢 所以我只好為了讓大家可以進行的參與互動 所以我就用這個Catwood 涉及了前兩個禮拜上課的內容 然後我們就花了10分鐘 然後我跟學生說 雖然說我要他們輸的時候呢 是他們的帳號是用他們的學號 我說可是我這從來不會給你 他說這絕對不會給你 我說反正你只要是20%的同學呢 我就幫你的評審級加分 我每次都加三分 所以我大概就是每三個禮拜 然後會執行一次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有大概會有九成的學生 會覺得這樣的方式很有趣 可是實際上呢 我覺得這種方式到後來其實太能太常用 因為太常用的時候學生會麻痺 所以這個就變成了什麼 這種東西大概只能用一兩次 之後你就要換別的想法 然後怎麼換 我開始從網路上找名字 我去參加了非常非常 就是加入非常大的所謂的教學論壇 然後從這些教學論壇裡面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 有哪些老師提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他會告訴你 你可以用什麼房子去刪 然後呢 這是另外一個 那當然還有所謂的Frestful上面 也有這樣的一個論壇 然後再來呢 還有什麼 就是從YouTube上面看 像這個其實就很經典 就告訴你能量所謂 所以你把這球放進去後就會到 可是我哪裡去找這樣 所以我通常 我就會找課教中心 我會麻煩 就是 租信租租租租租人 跟他說我想接你的課教中心的展規 我想幫學生上一些特別的東西 那這對於外系的同學來說 其實我覺得還蠻吸引他們的 可是 一樣沒辦法太常用 因為太常用其實 你的教學進度整個就是會 delay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好 然後一定會有遇到那種課 我要教的時候呢 我覺得 慘了明天一大堆的人 一定要睡覺 為什麼 因為這本課其實就是很健身 然後學生就不知道 到底要講些什麼東西 所以我會說什麼 我在Festful上面問 問學生 我就報問說 在背課的同時 進去的明天課堂一定 又有人要睡覺 我說Mustware Postman Distribution 我要教怎麼樣 才會有趣呢 結果學生告訴我說 你讓他們兩兩人猜拳 一個人有兩點 猜輸了就扣一點 然後一直到零點的時候 然後就坐下來 贏的你就繼續 就讓他run個十五分鐘 然後就這樣做 最後呢 你把那些學生的點數 跟人數劃出來 它就是一個Mustware Postman Distribution 然後我就問學生說 你這點子從哪裡來 他說 這點子是從林秀豪 清大物理系林秀豪 然後我升上來的 雖然我就常常會上去看 就是清大物理 他們都拍那個課程 我就會 當然我不會去看兩個小時 我就會快速拉大 他這邊又講了一個什麼故事 這個沒有什麼 其實 我不是一個點子非常多的人 所以你說我是嫖妻嗎 是的 我就是偷別人的點子來使用 那這種點子其實是 你偷久了以後 你自然而然就會發生出 自己的點子出來 那我覺得這過程 不是那種一年兩年就可以改變的 你必須要一直在累積做這件事情 好 那說了前面這麼完美的部分 那困難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困難的部分 第一個 這樣的剛剛以上所說的 其實都只適合小班教學 那這小班教學的人 就不能多 可是那對於大班的同學 大班的同學怎麼辦呢 其實真的唯一是大班的 就是第一年教的子宮西 也是90個人 然後還有上學年度教的 數學跟化學 也是將近90個人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並沒有教的非常好 因為最後其實我覺得 真的有來上課的學生 你大概去班數 你去一班了 你大概去十幾個人 那你對於那一些所謂的 高明級的學生呢 其實在我後面會講 他們學習的東西 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好然後呢 再來就是 你看到 他說在每一個出社的教室後面 其實都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助教 在物語系的課 因為它是一個loading非常重的課 所以助教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助教呢 通常你只要請系上幫你找人 絕對沒有人要你當你的助教 因為他會覺得 我問了那六千塊 我一個禮拜 花這麼多的時間 我瘋了嗎 所以你整天怎麼樣 壓他自己的優生 我就跟我自己的優生說 來 你幫我教學一些助教 蛤 然後我說不用蛤 就是這樣 所以這門課最大的缺點 就是在於 助教要非常非常的有實力 他要為程式語言 他為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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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要耐住性質 陪學生從1點 到8點 然後上課前跟我討論 上課後女生跟我討論 那我常常再講一件事 如果有哪一年了 我自己沒有研究生 怎麼辦 我現在沒遇到 我沒去思考這問題 然後呢 這是我剛剛講的 你如果遇到的 學習動力非常非常低的學生 其實我目前的做法 都是個別跟他 做 就是跟他聊天 然後想要知道 為什麼他動力這麼低 可是實際上 遇到大班的時候 這種做法其實 非常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不開可能 有這麼多的學生 你怎麼理會一問 所以大概 我只會去看 我通常都會在 期中考的時候 請他們寫 你如果覺得你這次 你考得好 或考不好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些人 違困 就寫在考卷的後面 然後我就會依照這些 有限的學生 我就會跟他做對你的動作 就是跟他說 你如果需要幫他出來 我可以幫你 或者是你耳外可以來找我 我都可以自己 在耳外花時間教育 好 然後呢 對於那一種 完全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學生怎麼辦 這其實 這是一直困擾我 到今年第六年 我覺得困擾我六年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 一個班上 程度的差異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當初我在教 生意理工的時候的學生 他們對於 普遍這件事情的認知 還有其他基礎實力 差異太大太大 你說會不會抱怨的學生 會 他們學生就會去跟他們的主人 抱怨說 啊老師又講得好簡單喔 他說 而且都講不到電視學 所以說他們搭耳的時候 如果要修電視學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有跟他們的 課程委員會討論過 其實 就是我跟他說 因為有些學生 其實他的實力真的很好 他甚至不曉得 有論理學到底在想起什麼東西 我說 如果挑過這些部分 直接上過敏比亞建設的 我說 可能就為了請一兩位同學 就必須要 放棄後面二十位同學 我說這個其實對我來說 也是很正常 可是我追照他們 課程委員會的決定 我說你們如果決定 要我省略掉這些簡單的部分 這些交難的 我還是可以交 可是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 一定會有很多同學 因為這個樣子 他完全是學不好的 好 所以後來其實這件事情 還是一樣 沒解決喔 我必須要坦白跟各位 講很多老師說 這件事情還是沒解決 因為我實在不曉得 怎麼去解決 所謂能力 差異性這麼大的問題 有些同學就覺得 老師你在講的 我通通都會了 然後你覺得 你講太簡單了 這樣的一兩位同學 他自己會自動自發 來告訴我的 我就會額外安排 比較困難的聽聞給他 然後甚至我跟他說 我有那所謂office hour 你可以來找我 我可以給你更困難的東西 可是這絕對是 這不是影片的狀況喔 好 其實比起 教學評量的分數啊 我可以在乎的是 每個學期學生都會 寫一些卡片給我 那其實 這些本 這些東西 通常都是本科系的 因為你帶了他兩年 所以他會給你 很多人都有回饋 那其實這張 這張呢其實 我最開心的是三個學期 我教的時候呢 教到其中 有一個學生 然後他就寫一張卡片給我 其實 90位的學生 只收到一張卡片 其實就讓我非常感動喔 我必須要跟 在座各位老師跟各位同學講 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教書啊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 告訴各位說 外來的五五年 十年之後 我是不是還一樣 很有熱忱 我現在這個熱忱其實 會降低了 就等於是我自己 在帶我實驗室的研究成樣 我發現其實我每年 帶他們的那種耐心 是逐漸在降低 教學呢 其實也是 所以我都會告訴我的助教說 我每年我都發現我降低了 我勢必要找一些方法 讓自己再往上充電 其他就是跟你的手機一樣 你充滿電了 你就開始會OK 可是你每次再把它充電回去 它不可能達到一模一樣的效能 我只請問我自己 這個效能 每年低配是很慢的 我自從一半 98 96 那麼這樣子我可以延續到 可能後來我到六十幾歲的時候 我還有80% 對教學的熱忱 我比方說其實有時候教學是 你會花很多時間 那這個時間 你要不要花 其實這個是看個人 我自己想法是 我花很多時間在這些課上面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的研究其實要 喪失掉很大的部分 我開始會跟我的研究生 其實他們會覺得 老師你怎麼那麼忙 他說老師你怎麼都沒時間 聽過這樣 我說因為我太多東西要弄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還在找一個平衡點 那我覺得這個 我只希望自己 我希望我 每年我的電池 衰退的效率 不要這麼這麼的快 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好然後最後就是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這個陳老師 這麼精采的分享 那我們也一定要來聽一下 學生給陳老師的回饋 謝謝 謝謝 其實一下子在陳老師的課堂上 我並沒有抱持著 很大的熱情來參與這堂課 就是可能一方面是 我的實驗技術在一堂就比較弱 或者是一堂就不知道這堂課 就是學習下有什麼意義 那就是其實前面經過一些 這些東西之後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不能夠再持續這樣 維持這種狀態下來 所以我 那時候選擇主動去跟陳老師討論 那 那時候選擇陳老師 其實也跟我們說 那你可以 既然我們的狀況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在 就是 有什麼特別想法 是跟其他組有不一樣的 所以 就是在這個 剛剛討論學習的過程中 我們就逐漸發 發現 學習的樂趣所在 我覺得有一個 概念是 在老師課堂上 帶給我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 這也典型了我 就是 這麼多年來學習 一個從來自己沒有注意到的 一個點 就是 在老師的課程裡面 讓我知道 就是 比起 成績 實際上學習到的東西 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今天問他一個問題說 欸 這一題要怎麼解 那 很保險 他不會告訴你 但是 如果我今天跟他說 欸 這一題 我自己回去想一下 覺得 可能是這樣的解法 那不知道老師 你有沒有不同的想法 那他就會把他的想法 跟你一起討論 那 我覺得是 其中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希望你先去 先去思考 他不是 他不是希望你從老師這邊 得到答案 而是他希望 你跟老師一起 討論出一個 共同的解答 就是在 呃 我們時間課的時候 是常常 是需要去討論的 呃 就需要很多討論的時間 那 其實 這樣的討論的時候 就是 呂龍老師常常就是會經過 然後就會 呃 臨時插入我們的討論 然後 說欸 那 就是這個東西 那 是跟以前的 什麼 他以前講過的某樣東西 某樣的機構很像 所以 就是有去刺激到我們 就是討論的部分 最大的挑戰 對我來說 應該是 如何在 現有的學習知識 這個範圍上 能夠再找到 更深入的議題 然後想辦法去 呃 繼續研究下去 因為 老師 呃 曾經跟我們說過 就是只要我們想要走得 更遠 那老師一定會 想辦法幫助我們 走得更遠 呃 我覺得其實跟陳榮老師 討論 是一件 就是非常自然 舒服的一件事 就是 他其實他是願意 去了解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在 喜歡什麼 或者想要 呃 想要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願意去 跟我們討論這一塊 那其實 就是 我印象最深刻的意思 就是 老師大常 其實 他會講他以前 呃 一些玩車 或者是 那種體車的一些經驗 這樣子 如果老師最大的不同 地方就是在於說 他在實驗課的時候 不會告訴我們 這個實驗 到底該如何做 或者是 呃 有一個既定的解答 那 他會希望我們 透過小組 討論的方式 還有自己去網路上 查種資料的方式 呢 我們去知道 這個實驗 最終彈油的 到底是什麼 那 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 以電燈泡 為例子 以 之前做過的實驗 電燈泡 側電燈泡的功率 為例子的話 那 呃 如果我們今天 只 做出 側電燈泡功率 的這個 這個實驗 那 你可能之後 但是如果你今天 就測了 電流 還有電阻 之間的 差異 通話的話 那 那個分數就會更高 因為他希望我們 去找更多 不同的病因 然後 去測量更多 不同的 呃 事情 然後 來達到一個結構 那在最後報告的時候 呃 每一組 上台報告的內容 也都會不同 那 甚至還可以 就是互相說實 那 在成果報告的時候呢 因為每一組 達到這個實驗的做法 都不一樣 所以 呃 每一組報告的內容 都會非常非常的不同 那 甚至我們還可以從 別一組那邊 獲取一些方法 還有支持 甚至可以比較 我們這一組有哪些 情緒的地方 每次實驗課 每個禮拜都會有一次的報告 那 假設我這次報告 找到了某一個主題 是我想要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 那 在下次上課報告前 老師 就會在 這一個禮拜當中 就是幫我們 找一些相關的 可以參考資料 那 老師找好以後 就是 甚至都會 在晚上的時候 傳訊息告訴我們說 這篇論文是 你可以參考的 然後 讓我們先閱讀 那 等閱讀完以後 有問題再 請教教授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最大的挑戰應該是 要怎麼找到 更深入的議題 然後研究下去 我覺得 老師跟我們 互動的距離 也非常親近 就很像朋友一樣的 所以 我想跟 李老師說 老師希望你不要再噴 那麼多幹話 然後 什麼時候再 要一起吃飯 好 那 老師其實 一開始 我上年課的時候 真的蠻受挫折的 但是 久了之後 我發現其實老師 並不是能為 某些特定的學生 這麼嚴格 那我也知道 老師 你是真心的 希望我們 變得更好 然後學到更多的事情 所以 我很謝謝你 讓 對我有這麼多人 期待 老師 我覺得 能夠選擇你的實驗課 我覺得 就是 對我 就是 幫助很大 也謝謝你 你願意這樣相信我們 這樣 就是能夠選擇CM 真的是太好了 謝謝 謝謝